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在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的立场 在此我愿再强调三点 第一 日方最看重的是如何降低经济成本 而不是如何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命健康 针对核污染水处置 有长期储存 清气释放 地层驻住 地下掩埋 蒸汽释放等多种方案 日方选择经济代价最小的排海方案 却把核污染的风险转嫁给全世界 这种把金钱置于人类生命健康之上的做法 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 第二 日方没有同国际社会 特别是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 日本政府2021年4月就单方面宣布要将核污染水排海 2022年7月又不过国际社会 特别是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强烈反对 正式批准排海方案 并多次强调不会推迟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日方的自私和傲慢 尽管日方迫于国内外压力 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审查评估 但将核污染水排海 是日方早已预设的结果 邀请机构评估 不过是装点门面 第三 排海是没有先例的冒险 充满不确定性 核污染水排海过程将持续30年 甚至更久 根据日方自己的数据 经多核素处理系统处理的核污染水 仍然有近70% 没有达到排放标准 而且该系统在后续长期运行过程当中 性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还会随设备腐蚀老化 进一步下降 对于这些不确定因素 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 表达担忧和不满 中方再次敦促之方 本着对海洋环境 和人类生命健康负责任的态度 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不要将不可预测的风险 强加给国际社会